手术后有利于伤口愈合的饮食 张义西电集团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医师 这个问题在手术后是好多手术的患者和手术的家俗 长期的一个问题 手术以后这个走织要愈合要生长 所以是需要一些营养物质 咱们讲需要一些尤其高蛋白的物质 还要富含热量的物质 同时还要补充各种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一般讲我们需要有蛋白质高的饮食 比如说需要有咱们讲的 高饮食有肉类蛋类奶类包括骨类 蛋白质高的话主要是最伤口愈合 包括伤口里面创伤 它主要是含有胶原蛋白啊 弹性蛋白等等 再一个就要热量 提供热量就是减少便消耗 再一个维生素 维生素A和维生素C 它对有些酶和有些物质的合成 起有关键的作用 所以要补充维生素 再一个就 矿物质里面主要是鲜 主要补充鲜 因为这个鲜 对我们营养物质的代谢合成的一个酶 有促进作用 所以说要补充一些维生素 专家提示 一 手术以后 需要营养物质 同时还要补充各种需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二 一般需要有蛋白质高的饮食 包括肉类 蛋类 奶类 骨类等 三 要提供热量 减少病人消耗 要补充维生素A和维生素C 四 矿物质类要补充鲜